就是说呢,你也可以看一下我们云南白板上面 在那个云南白板里面,简式与参照 那我是把它放在这个程式码里面 所以你把它打开来 那这边都有我刚刚做的 不过我第一次是用那个就是固定的位置 后来是有把它改成名称 有没有,所以你就编号姓名 那做法上面当然不买乎就定义 定义名称 定义名称非常的重要 我蛮建议各位 如果你还不习惯用定义名称 我是建议你可以改一下 为什么?因为你只要范围太多的话 你最后会搞不清楚 而且如果你指向某一个工作表的话 它可能会有工作表名称 那这样的话会越来越长,越来越混乱 那用名称的好处是配合F3 自动带出那个名称,你用选的就好了 而且那个名称是你看得懂的名称 那范围不见得你看得懂 那如果定义名称呢 我想这边有一些图示 如果你刚刚来不及记的话 你可以稍微看一下 那你只要有建立的话 在名称管理员里面都有 所以如果你有些名称定义错误的话 那你可以在这边检查 上面是一个名称 前面是名称 后面就是它的范围 如果说这个定义错了没有关系 你可以用编辑或者删除 删除之后重新再来过也OK 然后下拉清单大概就是这样子 它做资料验证就可以怎么样呢 按F3自动把来源给它 上面改清单 其实就OK了 那再来请各位把刚刚的那个 就是说本来我们是把这两个放在一起啦 不过通常这两个通常是分开的 所以请各位把那个lookup这边 另外再看增加一个工作表好了 这个工作表的名称 把它重新明明一下 名称也许你把它改成叫 比如说这个叫做查询界面好了 比如说我把查询的界面呢 把它分开 那也就是说把本来的这一个区块 本来放它旁边嘛 那理论上资料会跟查询 是可能放不同的工作表 所以你把它Ctrl X 或者把它剪下 放哪里呢 放查询界面 我们控一列 控一栏好了 放这边 B2 把它贴上 OK 然后呢 其实如果你贴上 不过我觉得也是有新的版本 还蛮聪明的 它会自动帮你更新 其实也不用更新 为什么 因为其实你怎么样 用的是名称 名称的好处就是说 它不会管你放在哪一个工作表 反正呢 它会自动去对应到 那一个名称的范围 反正你定义好 它会给那个工作表的范围 OK 所以你把它放过来 放另外一个地方 它也不会任何改变 OK 所以这个地方第一个 所以把它两个分开好了 这个时候呢 我们把资料归资料 资料就放入卡里面 然后呢 查询界面就在这里 所以你现在这样下拉 它一样会帮你找出来 未来也许你们常用的 像之前蛮多同学问到 如果我下拉清单 自动带出其他栏位的话 那只是说你把纵向改成横向就好了 有没有 它一样会帮你怎么样 全部都资料带过来 这也是一种方法 接下来的话呢 我们把查询界面复制一下 按Ctrl键 拖拉一下 这个是复制什么 复制工作表 Ctrl键按住 拖拉它就 然后把这个改成Vlook 把它改成Vlook函数 OK 也就是说我今天呢 刚刚是用LOOKUP来查 那我如果改成Vlook函数 这个地方把它删除 所以接下来我想Vlook函数 大家应该比较熟啦 所以如果我把它改用Vlook函数来做 可不可以做出来 那其实当然应该是可以的 我们来做一次给各位看 最后面一个 反正你就检视与参照最后一个 按确定 查什么 查这个 在哪边查 Table Array Table Array指的就是LOOKUP里面的这个资料 那我的习惯通常不会选到栏位名称 因为栏位名称不是你要选的 那你会想说 那这个可不可以变成一个名称 当然可以啊 如果你将来啊 这个你想说 这个以后你还是要变成名称的话 你可以取消 那你可以先切回来嘛 这个范围怎么样 名称呢 叫做LOOKUP好了 比如说我今天把 这个以后用什么 用LOOKUP来代替的话 那有几个方法 就是说你先把名称复制好之后 选取它 它的左上角呢 有个窗格 你只要把它贴上 或者打上去 按个ENTER 这个时候呢 这个范围的名称就是这个 OK 应该懂嘛 那所以很多地方嘛 反正你就选定义 选定义 选定义 然后再去做后续 配了F3 很多事情就很好解决 那这个感觉跟资料库很像 因为很多那个观念式资料库 它就是建小的表 然后在总表里面做很多事情 都是观点来观点去嘛 那这个概念跟那个 我觉得还蛮像的 也就是把那个 管理日资料库的概念 融入到这里面来 那它的好处就是说 你只要建好一个 名称管理员里面 就会有一个 那你怎么知道说 这个名称范围对吗 你就先选它 下方点一下 它会有个虚线告诉你 那如果这个虚线不对呢 没关系 改完之后 再把它打勾 它也可以让你去 重新变更范围 OK 那我们来看一下 查询界面变V路函数呢 查询范围数里面 一样用V路函数 那我们一样找什么 诶 有点有Value 不过特别是 同学可能比较看不懂 前面这东西啦 不过我觉得 应该还蛮好理解的 那你不要死背 一般都是去理解 前面的意思啦 那这个前面的意思 就是告诉你 问你问题啦 反正你问题 问了 然后你可以看得懂 并且给它正确的 这个它要的资料 它就会给你正确的结果 它其实跟你互动 有点像一个机器人 它问你问题 你都答对了 那你就可以过关了 那如果答错了 那就过不了关 那其实这些都有固定的逻辑 不知道各位慢慢能不能习惯这些东西 不过我觉得 因为之前同学上课的时候 我发现有些同学 最有问题就是看不懂这东西 所以有些同学还蛮认真 就是自己在这前面 自己再加一些注解 把中文意思打上去 然后累积久了 它自然而然就很容易 看得懂这些东西啦 那因为我已经看得可能太多 所以自然而然一看到 我就知道它还跟我讲什么了 有些是一种 变成一种习惯了吧 就像小朋友 你怎么知道 他突然会讲话 很奇妙的 你也没有教他 他就会讲 突然跟你对话起来了 对你也没有说 这要怎么讲 这要怎么讲都没有 那他又为什么会讲 因为他听久了之后 耳濡目染之后呢 他就会了 所以我发现 是不是你们也可以用这种方式 所以为什么我把影片录下来 然后让你们去听 因为我知道 你没有多听个几遍 你没有办法耳濡目染 慢慢 你有会一种 潜移默化的能力吧 有些东西 所以要真的把你讲 教你教到会 恐怕你上很多次课 可能还是不会 那怎么办 他再录下来给你们慢慢听 所以过年这段时间 如果你没有出远门 或者即便出远门 你也可以把我的影片带着走 现在新东东是很流行 反正你耳机一带 随时可以上课 如果你可以这样 我想你这门课 绝对可以学得很好 OK 因为我看到很多前几期的同学 也是这样学习 效果好像还不错 好 那这边的话 lookup value 就是指这个地方 table array f3 就是lookup 有没有 就是这个东西 就是刚刚那个范围 它会给你一个清单 color index 这个color col指的是colum 就是蓝 index是第几 number是数 第几蓝的意思 那我如果不知道 我可以点上面一下 它会帮我跳到什么呢 这个对照表 第一栏 第二栏 第三 我要第二栏 所以我这边的话输入2 range lookup 如果输入0的话 就是要找一模一样 比如说我找005 就是一定要找005 如果找不到 它会出现 紧na 就是na都是not available 但是如果输入1的话 就是帮我找接近的 那所谓接近什么 如果找不到005 它可能会帮我找004 如果没有004 它会帮我找003 反正它不会出现na 它不会not available 它一定会帮你找 只是找到的 不会完全match 会找接近的 ok 所以 那实际上 这边有会显示 就是说 如果true 其实就是1 false的话就0 当然你也可以在这边打true或false 如果我觉得打true false 字太多了 所以我习惯是记0或1 0的话就false ok 那我就用0好了 false 一定要找一模一样的 找到了 刘宏君 那其他栏的话怎么办呢 之前我是这样 复制贴上 复制贴上 那复制贴上之后的话 其实就改 这边改成 有没有 本来找的是第二栏 那这个时候 当然你要把它改成什么 第三栏 第四栏 第五栏 ok 那我之前上课的时候 那我就跟同学讲 就是贴贴贴 改二三四五 那马上就有同学说 老师可贵 有没有什么方式 可以不要贴 直接就是向下填满 就一次完成了 因为如果我这边 不只是四个栏位 可能我有十几 二十个栏位的话 那一直贴一直贴 这样好像没有效率 有没有更好有效率方法 对 那我后来就说有 有一个用什么方式呢 其实你可以配合一个函数 在旁边列席 插入里 这个也是检视于参照里面 你可以找到一个叫raw raw函数 那你想说raw函数是什么用途呢 其实raw跟cover函数非常好用 为什么 你按确定之后 如果你什么事都不做 它会告诉你现在在第几列 如果你向下填满 它会告诉你3456 可是你想说3456 那我们不是要3456 我们要2 345刚好差1 所以怎么办呢 没关系嘛 把它减1不就好了 在这个后面减1 有没有 那向下填满 不就2345了 对不对 那接下来如果说你要能够自动把其他的栏位抓过来 很简单嘛 你就把这个怎么样 改成什么了 改成raw 小瓜糊 自动抓到你现在的列 再减1 因为现在的列是3 那我要抓得刚好 可是可以注意啊 这个跟栏无关 我们只是要抓到的是那个数字 所以我们是利用raw 帮我产生2345这个数字 所以之前有同学说 老师你不是说这边是栏 怎么你现在又来一个raw 又列 特别是不要搞混的 这个raw的角色就是要帮我产生蓝数 所以这个地方把它打勾 打勾之后向下填满 不过特别是向下填满这边要锁起来 把恶列 因为向下填满那个列会增加 那如果你没有加一个钱的符号 它就变成345 OK 这边要把它锁起来 按打勾 向下填满之后 你会发现其他栏位呢 自动抓过来 应该可以理解这个吧 raw 所以特别是 请各位试一下raw-1 这个还蛮方便 我是在旁边练习 当然练习完你可以把它删掉 这样的话我们就可以快速的把其他蓝的资料一并给带过来 OK那请各位试一下 我刚刚再把重点回顾一下 一把原来放在这个旁边的东西 剪下 开一个新的工作表把它贴上 贴在B2储存格 OK 再把这个查询界面呢 Ctrl 键按住复制一个 把这个地方改成那个所谓的V度函数 那详细的内容呢 如果你一下子没办法记得的话 其实也可以参考一下云端吧 B2的位置 V度函数呢也是在这里 这边当然都有了 我这边好像有提过用Raw Raw-1就可以了 OK 画面先还给各位一下 试一下 V度函数 那 不过其实你会发现 在查询资料的时候 V度函数有一个很大的一个问题 就是说呢 他查询的时候呢 只能够查询的是第一个栏位 也就是说你刚刚那个Lookup Value 他一定会去查第一个栏位 如果你要查的资料 并不是在第一栏的话 那很抱歉 你就没有办法 所以很多同学说 老师为什么 这边我没有办法去查 我只能查编号 但是我要查姓名怎么办 那很抱歉 除非你把姓名怎么样 搬到第一栏 就可以查询了 OK 所以V度函数查一定是查第一栏 带资料的话 就是针对你要哪一栏的资料 再帮你把找到的资料 查第一栏 第一栏的相对位置 再帮你把其他栏的资料给抓过来 所以如果你的资料 要查的资料不在第一栏的话 那这样怎么办呢 那你就要不就是把它颠倒一下位置 不过这不合理 如果不是的话 可能你就要用别的函数 也许你可以改用后面会讲到的函数 包含就是像 index 或者 offset 或者 indirect 或者其他的相关的函数 都可以达到就是抓取其他栏位的资料 那不过其实这个V度函数 它为什么只能抓第一栏 其实我觉得也蛮合理的 为什么 因为通常第一栏一定是我们资料库里面 栏位里面所谓的那个key 就是primate key 就是我们那个主要的那个 主key的那一个栏 那一栏通常它绝对不会跟其他 第一个它有几个特性 第一个它资料一定不会重复 就编号不会重复 第二个呢 它一定有资料 那一定有资料才有办法帮你查资料 所以Vln为什么只能查第一个栏位 其实跟资料库的相关概念也蛮有关系的 所以请各位先试试看 把那个刚刚的查询界面部分先